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巫统三大必绑的党选结果陆续出炉 而党内正二代的命运也备受关注 其中前首相纳吉的女儿诺亚娜 以高票中选成为巫统女青团职位 而纳吉的第二个儿子纳斯福丁则是出事不利 他在竞选巫青团副团长当中落败 只获得五张支持票 至于巫统属续阿末扎西的女儿努汝西达雅 他在巴眼拿督也就是扎西的政治老巢 竞选区部妇女组主席的时候落败了 但是努汝西达雅在巫统中央妇女组竞选当中 以第二高票成功挤身巫统妇女组的职位 另一方面重出江湖的前妇女组主席沙利扎 在这一回的党选当中被党员狠狠地拒绝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当年因为卷入公寓养牛案丑闻而隐退的沙利扎 要在巫统党选翻身宣告失败 宣求连任巫统妇女组主席的诺莱宁 以48票击退只获得32票的沙利扎 成功蝉联巫统妇女组主席 卫生部长扎利哈透露 国内目前已经有52所政府诊所 把服务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晚上9点半 其中巴胜河流域的政府诊所 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至于吉打吉兰丹和罗伯的政府诊所 则是从星期日到星期四 这么做是为了减缓医院急诊室拥堵的情况 副首相阿穆扎西今天出席活动时证实 社交媒体近日流传 前无亲团长阿斯拉夫受委为人民信托局 马拉主席是真的 扎西表示 阿斯拉夫的任期已经在前天星期五生效 优优独播剧场——YK